這次旅行的主要目標是位於非洲北部的土尼西亞 去非洲旅行選擇適當的季節非常的重要 因為北非是沙漠型氣候 夏天高溫能達到攝氏40度以上 當然也不能選寒暑假的旅遊忘記 不然機票沒打折扣 巴西沒有直飛土尼西亞的班機 我們在網路上找來找去 最後決定買價錢還算不錯的瑞士航空 可從巴西出發經瑞士到馬爾塔 雖然還需再買一段馬爾塔到土尼西亞的來回機票 由於瑞士航空買的便宜 整體上來講還算OK 買瑞士航空機票有限定需要在瑞士來三天 但因這次去土尼西亞的行程 可順便拜訪瑞士以及馬爾塔 這個位於地中海的小島國 算起來也是賺到 從巴西到瑞士飛了將近12個小時 瑞士不是一個花費便宜的國家 尤其是在飛機場 不過我們發現在機場的一樓 有間Supermarket裡面有在賣熱食 我們順便買了半隻烤雞 8歐元左右 價錢還算合理 以麥當勞便宜 在機場三樓租車公司的旁邊 有些桌椅 可以在這邊吃烤雞休息一下 繼續今天的行程 從蘇黎市機場 有火車可到瑞士所有的城市 由於我們這次只打算在瑞士待三天兩夜 行程中要拜訪 劉森、英特拉肯、首都博爾尼、巴登 這四個城市 在研究行程時可以搭火車、坐巴士 算來算去租48個小時的車子 包括保險、租金 只需一百美金有找 是最省時間 也是最便宜的方法 在機場吃完烤雞休息過後 租車公司就在同一層樓 很快的辦完了手續 拿車時居然被upgrade 租小車給大車 走 往劉森出發了 劉森 位於劉森湖旁 最早是從一座小漁村開始發展 擁有大自然與人文美景的城市 早在18世紀初 劉森曾經是拿破崙賀爾維帝共和國的首都 如今轉變成瑞士中部最受歡迎的旅遊城市 拜訪劉森 用走路的是最好的選擇 但是在歐洲開車旅遊 停車是個問題 隨便亂停會有說不完的發呆 很不划算 火車站通常會有較大型的地下停車場 所以抵達劉森以後 我們就把車子停在這裡 收費以小時計算 停車費用還算能夠接受 比較誇張的是火車站的洗手間 用一次居然虛負2.20元 真是發揮不便宜的國家 講到洗手間 麥當勞算是不錯的選擇 當我們離開劉森之前 在市中心裡有一間 只要用餐就會在發表上給你洗手間的密碼 用洗手間不用另外付錢 祖後1896年 劉森老火車站 曾發生過一場大火災 幾乎全數被毀 之後所遺留下來 唯一的痕跡 就只剩下正面精緻的戰前廣場 劉森湖 劉森湖 原名四森林州湖 被瑞士中部幾大州的四片森林所圍繞 劉森湖夾在阿爾皮士山的高山巡峰之間 抬頭就可看見的雪山 風景如畫的視覺享受 無論瑞士人或外國人 都會被劉森湖壯麗的湖風景吸引而來 在岸邊很自然就會跟著唐人坐下來 看湖中天而嬉戏 看湖光山色映照遠處的雪山 湖宜是一種極致的享受 劉森湖 湖水面積很大 因為湖岸邊有不少的高山 湖光山色構成典型的瑞士風景 美不勝收 使之成為旅遊勝地 湖岸上有不少度假設施 可租小船遊湖 也可搭乘多條渡輪航線 往來劉森湖上的特大城鎮 瑞士有世界公園之美稱 阿爾批斯山佔國大部分的面積 山水之美澳視全球 在出聚基地 早在羅馬時期 流山只是一個沒有幾戶家庭的漁村 是为了给过往的船只导航 而延伸了一个灯塔 因此得名留声 拉丁文就是灯的意思 幽城的岁月给这座城市 留下了许多人类历史的文明 中世纪的教堂 文艺复兴时期的宫廷 迪载以及百年老街 长街古巷 比比皆是 留声市中心本身并不很大 主要景点都散布在 勿行可及的范围内 留声位于罗伊斯河的出水口 起源于阿尔比斯山脉的罗伊斯河 是瑞士境内重要的河流之一 河道将留声市分为旧城区和新城区 河道将尋发生意义 河道将尋举结束 除了河道将尋举结束 藉举结束 河道将尋举结束 河道将尋举结束 伊斯河的结束 秀 河道将尋举结束 橋上尋举结束 外面有個古橋 羅伊斯河正中央 处立着一座八角形的水塔 原本是13世紀的古堡遺址 陷阱留存的八角形墙座 作为水塔之用 当时这座水塔 曾经是古堡的料望台 监狱等设施 用来抵挡敌军重要的防御屏障旨 作为水塔之用 通常都是官辦人的 對,都是一的 Hi! Hello! 我們又來到澳洲了 水塔旁邊還保留著中世紀風格的卡佩爾郎橋 好像嗎? 呀! 這裡是一個討論的蜆我們 謝謝 別來 是現存歐洲最古老的木製有屋頂橋樑 也是留生主要的地標 這座橋位在市中心 橫跨在羅伊絲河上 全長204公尺 看這邊 給你一種歐洲的氣氛 有沒有感覺到 看到了 照明 讓妳多亂 性豐個 是 麻 是 是 過 祖后1993年卡贝尔郎桥产遭大毁 严重的损毁 经过重新翻修 回复往日的光彩 走在桥上看着一幅处 17世纪的彩桂木板画 似乎有种穿越古今的错觉 横梁上的彩桂木板画 古今只剩下62幅 诉说着留生圣人的故事 也诉说着瑞士17世纪的历史过去 想象着当年这座桥 是用来抵御敌军的守护桥 便深感这座桥 对于这个城市 从古至今的重要性有多高 是用来抵御敌军的守护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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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就是失落的狮子 正式的名称是锤死狮子象的纪念碑 狮子代表瑞士卫队 是为了纪念祖后1792年 法国大革命时在杜勒利宫 被席而牺牲的数百名瑞士勇兵 当时这1100名来自瑞士的雇佣兵 用生命保护法王路易十六 共战死约760名 只有350名身怀 为了纪念这些瑞士佣兵 尽忠职守的态度 在石像上方刻有拉丁人 意为献与忠诚和勇敢的瑞士 狮子雕像想想如生的细部表情 垂死挣扎 躺握在柯有瑞士十字图像的蹲牌上 背部还插着剑 一脸痛苦哀伤的神情 让人为之动容 今天成为旅客来留神必看的经典 博夫教堂位于卡佩尔郎桥的东方 现在是留神最重要的教堂 居民的信仰中心 也是演出教会音乐的地方 卡佩尔郎桥 已值得朝这个方向延伸过来 连接了教堂前面高高的世界路 就好像是通往教堂的神圣参拜祷礼 哥特寺双尖塔建筑 吸引着前往拜访的天主教徒及游客们 此留神特色风景之类 教堂由天主教本都会的修道士 建于当时信仰中心圣里奥迪迦的遗址上 最初建于祖后735年 是留神历史相当悠久的教堂 而在历经的罗马寺 哥特寺的风格洗礼后 祖后1633年 教堂被一场大火吹毁 祖后1645年 重建为现今所呈现的 文艺复兴晚期的建筑风格 教堂内有欧洲最大的铜管管风琴之一 自于祖后1648年 这套管风琴有着当时世界最高及最重的风管 整体共重30吨 由4374个管道 分布在111个阴域 并在祖后2015年 加入新的风管 并且将保存了150年的风管 重新置入 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是值得一看的教堂 博富教堂是瑞士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教堂政策 博富教堂内有庄严树梦 礼拜席上文艺复兴晚期的标科领埃 木赛格城墙是一条保存非常完好的古城墙 是一条保存非常完好的古城墙 此建于13世纪 是留生唯已得以保存下来的中世纪古城墙 城墙全长870公尺 这段拥有9座高塔台的古城墙 与卡佩尔廊桥合并 包围整个旧城 组成陆地和属上完整的城市军事防御之用 古城墙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在瑞士境内也是少见的 城墙本身并不高 但它建在一片地势较高的位置 登城墙前需要走一段上坡路 站在墙顶的步道 可以有一条美丽的老城风光 古留生湖以及壮观的山景 古城墙距离留生市中心并不很远 来此一游的朋友所看到的风景是直观 目前有4座塔台开放游客参观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Ziton中塔 它拥有这座城市最古老的失踪 比奥特家是由Hans Luther 于祖后1535年建造的 它拥有一个特权 那就是可以比全城其他的时钟 早一分钟整点暴死 下午旅游生事件非常迷人 第一天的行程已接近尾声 我们还需赶往今晚要休息的城市 英特拉肯 瑞士中部城镇 英特拉肯 是少女峰山脚下的一个旅游观光城市 英特拉肯 拉丁文的原意是两湖之间 指的是位于图恩湖 及物理恩赐湖中间 我们抵达10 已近黄昏 先把车开到今晚要住的民宿 Happy Inn Lodge 60欧元左右 我们选这间民宿 是因为它有停车场 这个价位的双人房不是套房 共用的浴室与厕所是分开的 不过还在同一层楼 民宿的楼下是屋主开的餐厅 通常我们不会选这种民宿 因为住餐厅的楼上 多多少少都会有味道 而且吵杂声会延续到很晚 但因这次是租车 有车位的旅馆或民宿 在瑞士都不便宜 所以这间的价位 比较之下 还算勉强能够接受 瑞士政府 为了减少室内空气污染 都会把Bus的Day Pass 免费提供给民宿 鼓励住在民宿的旅客 在市区旅游时 可以搭载公共交通工具 黄昏的少女风 从小镇看上去 就像是一幅完美的油画 今天从下飞机金流针到此 身体开始觉得有点累 民宿附近有间超市 经过的房屋建筑 相当有小镇的味道 在超市 买完晚餐后 就回去休息 结束了 今天第一天的行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